这个电话班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对方身边的人物的一切 还有对方现在在走好运还是在走坏运 这个人是否适宜跟你合作 旺不旺你 你和他交往是有没有好处或者不好处 因为有的时候你问一个人的八字 那个人未必会告诉你 但是电话号码他很无意之间就会告诉你 都不定的 所以来说在电话号码来说 比较容易最短时间最快的速度 是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身边的所有东西 包括他的运程 包括他现在走好运还是坏运的 为什么会这么快呢 原来每一个电话 他都有香港电话来计划就有八个号码 每一个号码原来是代表每一样东西的 所以来说在这个电话号码 你看到他现在走的运是好还是不好 他现在在用这个电话时间 他的情况是优良还是不优良的 所以你和他合作的话 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你马上知道 所以这个电话班的长处就是说 用很短时间来了解对方的身边 包括对方的运程的东西 所以绝对是适宜是一些未曾识八字 因为八字可能太深入 太深奥 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 但是电话号码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因为他只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就是只有十个号码 就是变来变去都变不了多少个号码 现在香港电话号码只有八个号码 所以来说每一个号码 每一件事都会看得到 每一个号码看得到 他在走的运是怎样的 比如他对上司是怎样的 他对朋友是怎样的 对另一半是怎样的 他现在的财务好不好 什么时候会破财 他都会提到的 原来他这个电话号码是很厉害的 而且是非常准的 甚至乎你看大陆电话号码 那十一个字号码也都没问题的 所以来说照看的 所以来说是最短时间来知道的 包括你的婚姻 包括你的财运 好不好都看到的 等一会我先转下去 有没有病啊都是很清楚的 例如好像现在我举例了 一个电话号码是91090212 这个婚姻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会看到这些婚姻的问题 逢是二字数是代表孤寡的意思的 原来他说的孤寡数就落了 他的命工和他的夫妻工那里 所以来说每个电话号码都有分为工的 命工、兄弟工、夫妻工 子女工、才八工、疾病工、迁仪工 这样的 原来看到他这个人 原来婚姻来说是行孤寡的 所以他这个人就算结了分都会容易离分的 因为他有二数 二是代表孤寡之数 另外二也代表病 多病痛 也代表孤寡的 所以这个号码来说是不好的 另外一个号码是94557531 这个号码也都不好的 因为他也有五数 五是代表五和 在风水来说五和是代表灾难灾星 所以来说有个辩王号码有五字的话 多数都是有行衰运的情况的 现在他的位置就放了他那个重要的位置 所以来说在五字来说就变得不好 在婚姻方面多数容易出问题 另外一个电话是63490175 这个电话都是有婚姻有问题 凡是零数都是有问题 原来零是代表虚空的 凶亡 在述数来说很怕零字的 零是代表凶亡 凶亡代表不存在 那就是说你的运气来说应该是不好了 因为那个零是代表虚空亡 就是没有 所以来说用零数多的人 那个婚姻好财亡好 包括人的个性也好 是比较容易会比较担不定主意的 在婚姻来说也都是代表没有主见的 所以在零字来说 在婚姻来说根本也可能是没有老婆 有结婚也等于没有结婚的 譬如如果分开了一个东西一个西 太空人那些 就有这样的情况 零数了 另外一个68080786 这个又是零 所以来说零也是不好的 所以来说逢是后面四个位 来说是说你自己内陆亲的 特别是你自己最近的运程 最近的陆亲关系都是最影响的 前面那些就好一点就代表外面的东西 所以来说分为前四后四的 所以来说这个零在后面那四个都是不好的 另外一个是93561015下 又是有零又有五下 所以来说这个婚姻也是有问题的 包括财运 包括桃花人缘都不好的 因为有一数 一五是代表肚黑水 所以来说肚黑水来说代表婚姻不好 亦都同来来说你跟另一半亦都相处有多麻烦的 另外来说92265550 这个又是很多五的 五数一个都已经是勉强好 就是有都叫勉强 如果多一个就是两个三个已经是一定是不好的 现在还要三个 所以来说五数是不好的 所以放到五字在后面三个五 就是你以为吃烟是三个五 所以不好的 所以来说后面那三个还有一个零字数 就是5550 这些就是虚上加虚的 所以来说婚姻好财运好 自身运程好 都是一头一头都是不好的 所以你一定要改 number 问题是 我用了二十年了 这个 number 怎样改啊 就是很简单 你把那个电话号码飞进去 你旧的电话号码飞进去WhatsApp 然后新的电话号码 你就用来打电话 打出打入 因为你每一次 你就出现新的号码的灵动力 所以来说新的号码就会影响你 旧的号码来说 因为你只是飞了 飞线到WhatsApp 那就不要紧了 用旧电话号码的号码飞进去 新电话号码接听电话号码 虽然打你旧电话号码 但是你接听是用新的电话号码 所以形成了一个新的数字 新的能量 新的运气出来 所以就不要紧了 所以旧电话号码也不需要 有些人用学内的十几十年 我的客户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 我说不到 不要紧了 这个一样照样可以用的 没问题的 你用旧电话号码飞进去WhatsApp 飞进去留言信箱 飞进去你的新电话号码 你接听就是用新电话号码 听打出打入全部新电话号码就可以了 所以旧电话号码 基本上可以不用取消的 一样可以的 所以也都是 免却了很多麻烦 好像我的电话号码 9777587已经过气了 过去七运的时间 这个电话号非常之好 到八运的时间 开始差了 那我就飞线了 飞了去5468689 所以就没事了 现在这个可以 所以就是这样用来飞线 这样用的 所以不用担心 另外我继续说90356722 二数也是重复了 逢有电话号码重复又是不好的 六七代表交件 是吵架 所以多吵吵 二代表孤寡 后来都是离婚的 另外一个电话号 28354326 这个也是 43代表什么 43代表木数 太多木 形成了太多木 而且有五黄在旁边 形成了有二 二在后面 二五交加 夹住个43 所以多个问题了 另外一个91001151 一数本身是好的 但是放个五黄在旁边 吐黑水 形成了衰了 所以来说 就问题了 另外一个电话号码 都要看你出生的月份 你是春天出生 夏天出生 秋天出生 冬天出生 都有分 不是一个电话号码 给哪个用都可以 原来不是的 要看你出生的八字 那八字究竟是 起木 起火 起金 和起水 都不同的 原来要配合八字 至于怎样配合 到时我会在电话班 再简单地说给你听 你到时会懂得看的 放心 所以每一个号码 都不是说 我用的号码好 是不是给你好 不是的 原来要看究竟那个号码 究竟和你的八字 合不合 如果不合的话 就算对方是用好电话号码 给你都没有用的 可能你是坏电话号码 就是坏号码 对于你来说是不好的 所以来说 我就建议来说 就是要看一看 八字才夹 才能够用一个电话号码 要和你的八字 合不合 如果合的话 就没问题 如果不合的话 就不用用了 就算好都不关你事 就是这样 所以来说 在这个课程里面 就会教你怎么去选一个号码 还有怎么去看你身边的朋友 包括你自己的号码 究竟是一个好的号码 还是不好的号码 如果不好的号码 可以去改号码 所以来说 你慢慢就会明白到 这个情况究竟是好不好 好了 至于这个课程 就要慢慢学一下 就不要心急 你学了这个课程 才好自己选号码 那就变得好些 如果你学了两课 真的选了 这一课选完 那一课原来这样是不好的 所以不要心急 要学了六课 才好自己决定选号码 就是这样的意思 大致上是这么多 还有什么问题 教你怎么用 到时你慢慢会懂 需不需心急